我知道你很想拿回 女儿的监护权 但我必须要说 现在的状况对你非常不利 我要是正在有力的位置 还需要请到你这位大律师吗 一开始就没有谨慎走好 每一步才会变成现在这个状况 第一 依照美国的婚姻法 夫妻不合想要孩子的那一方 就绝对不能搬出你们的家 你不但搬了 还搬回台湾 再来我看过美国的判例 法院通常不允许有监护权的那一方 带上海搬去外州 而你不但在外州还在 外国 我就是知道在美国无法上诉 所以才想在这里的法院提出上诉 徒劳无功 就算认为美国的判决认识用法不当 但除非是发生未合法送达 或是违背善良风俗的情况 这里的法院通常是不会推翻 美国的判决 你知道吗 你是在花钱找麻烦的 我不能失去我的女儿 最好的方法就是搬回加州 然后上法院提出你的养育计划 然后申请重新裁判 你的监护权和探视权 我才回来三年 工作也刚刚稳定 要我搬回加州 根本就是不可能的事 麻烦你 可不可以再重新评估一下 提出上诉的可能 周主佛 既然舍不下事业 那我衷心地建议你 好好解决和前妻的事吧 然后在这里重新开始 令足家庭生几个小孩 若执意要夺回女儿的监护权 只会阻碍你自己的判断 这是另外一种思路 不过 我女儿的监护权 我是绝对不会放弃的 我待会儿有个亭要开 今天先聊到这里 周主佛 我们合作很多年了 我知道你不喜欢输 但是任何事要赢的方法 有很多 我建议你 尽早放弃没有顺算的诉讼 往正确的路走 大家好我是张庭胡 订阅东森创作YouTube 和我一起支持爱情拍笔书哦